因為每一種肉都不一樣 你真的背不完好不好 學無止海 學... 學海無鴨 OK 哈囉大家好 是廚房廢包的我是萊克 這禮拜原本的那個食譜影片呢 因為我前幾天就是太沉迷於動物森友會 整天都住在五人島上面 所以我有點玩到就是脖子扭到 所以我們就改拍了一個比較迷你的單元 因為聽說最近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使用氣炸鍋 還鬧上新聞對不對 不要放不能吃的東西 像是這種會燒焦的廚房紙機 烘焙紙 然後還有口罩 好不好這些東西放進去都會燒掉 所以請大家不要放進去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示範一個正確的氣炸鍋使用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個美味又不油膩的氣炸鹹酥雞 超老派 雖然我們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說這個 潛自眉酒要放兩個月 這瓶是30號釀下去了 天啊 還不到兩個禮拜啊 精神時光屋是不是 但是這個 清酒釀起來已經超好喝的咧 看你自己耶 但是你不要切到太大 因為你裹了粉去炸之後 它其實還是體積會增加 這個是蒜泥跟薑泥 臭臭的 臭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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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粉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這些內力 你要把它扒開來 要把皮裡面都要沾到粉 你已經講了 氣炸鍋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食材 讓它保持一個平面 不要重疊 不要去壓它 這樣它才能均勻上色 基本上它只有兩個東西要設定 一個是溫度 一個是時間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用幾度去炸的時候 用攝氏180度 基本上都不會有錯 然後呢 反正你就放進去炸 如果你今天打開來看 覺得 外面已經上色 可是裡面還是生的 你這時候呢 就是降溫 你用150或160 慢慢把裡面炸熟 相反的話 如果你打開來看 外面還是 非常深 白白的 可是裡面都已經熟了 你怕它會老掉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把溫度開高一點 你用攝氏200度 趕快把外面的那個顏色 給氣炸出來 就OK囉 那我們今天呢 會加一點點 唉唷 變陰天了 我們今天呢 會加一點點這個九層塔 但是因為九層塔時間很短 我們最後一分鐘或兩分鐘 放進去就好 然後 也請大家不要去 死背它的溫度跟時間 因為每一種肉都不一樣 你真的背不完 好不好 學無知海 學 學海無牙 像今天我弄的是雞腿肉 你的雞腿肉稍微切大一點 或切小一點點 它出來的時間溫度就會不一樣了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自己檢查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先用 你要180還200 還是中間只19 那我們先弄個8分鐘來看看 OK 放著等到8分鐘再來檢查就好囉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到底要怎麼判斷它是什麼 外熟內熟什麼的 我也不會知道 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打開之後 切開來或試吃一塊 來 你就知道 出路囉 好 好爽喔 有像耶 白白的地方都不見了 這個酥脆的聲音大家聽得到嗎 對呀 你這麼遠都聽得到 好過癮喔 而且 一口鹹酥雞一口美酒 各位費飽我們是中午12點開拍喔 這個人中午12點就開始喝了 人間天道 我們剛剛最後呢還有再撒一點點那個 辣椒粉跟五香粉 讓表皮的味道 更 更爽 已經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東西了 然後我必須說這個肌肉啊 但是嫩到一個不行耶 嫩歪我超嫩 但是用切燥鍋的好處就是 你真的撇開口感什麼都不要講 你光是不用處理那鍋炸油 你的人生就已經是 天堂跟地獄的差別 我覺得在家裡做炸的東西 最低於的就是 每次炸的那鍋我真的是不知道拿它怎麼辦 它就亮在那裡倒掉也不是不到也不是 很苦啊 如果你今天你的那個 油網啊 你真的用很多次然後裡面很多油垢 你覺得不好洗 我會建議大家 泡在溫水裡面一個晚上 隔天就可以很輕鬆用清潔劑把它洗掉了OK 耶 這種東西 晚上配啤酒超爽的 氣炸鍋是一個好工具 大家正確安全的使用好嗎 喔對 再提醒大家一次 不要放那種會燒起來的東西 除了口罩之外 其實就連烘焙紙它都有可能會 會在裡面燒焦 所以你要非常注意喔 我之前分享氣炸鍋的時候很多人就問我說我家裡是用什麼牌子 來 教官我們現在直接check這個品牌 我們今天用的就是菲利普好不好 先跟大家說一下這一集不是業配 但是既然我們都把Loco拍得這麼清楚了 菲利普如果你想要贊助我們的話這邊也歡迎 發票請下 發票對 也歡迎跟我們接一下後續的合作 我覺得它的效能真的是好的 而且撇拍這次東西不看 它真的是所有 目前市面上氣炸鍋機型做的最好看的 他把它搞得像蘋果的那個 顏色跟外殼一樣 光是外型就已經值得讓你下手了 那如果說你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分享跟小鈴鐺 我是廚房貝寶史萊克 如果你有關於氣炸鍋 或者是食譜的 什麼問題那類的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有想要學的料理也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白補